中华盆栽作家協会 今天在日月潭享生游客中心 举办第18次盆栽作风展开幕典礼 共展出一百零事件 由各县市盆栽作家千辛培育作品 总价值于5000万元 县长李明珍到场之意 与中华盆栽作家協会会长何志雄 于是厢长陈晴仁 日管座副处长冯卫星一同剪彩 并邀请协会参与花卉嘉年华展出 与县长表示 约谈风光明媚 这是全国各地的优质盆栽 共聚浴堂在象山游客中心展出 不仅与风景相称 也振添约谈无话气息 让游客大饱饮福 县福每年都会举办花卉嘉年华活动 期盼中国盆栽作家協会也一同参与 今天在象山 举办全国的盆栽创作展 这个盆栽大家都是一些这些 对喜爱树木的这些负责人 都创造这么美丽的一个盆栽 来提供来做一个竞赛 我看今天所展示的这些盆栽 都非常的漂亮 都非常的有价值 展示这些喜爱盆栽的这些主人 他们都非常的用心 都能够照顾这么美丽又漂亮 又有创意的盆栽 来提供给我们来观赏 那么我们今年年底 在12月我们县政委要举办花卉嘉年华 我也希望我们这些盆栽的创作者 都能够来提供他们最喜爱的盆栽 来配合到我们的花卉嘉年华来配合展示 让给我们喜爱花的喜爱盆栽的 我们的县民或是全国的爱盆栽的这些乡民 来给他们观赏 我们希望这些盆栽的创作者 能够多多的来配合参与 何会长指出 此次所灾难的盆栽 都是各县市盆栽作家 辛苦培育的优质作品 美景作品的养成 立即苗目养成 枝肥胶水 枕枝 换盆 须费时二三十岁上 相当不易 这次展示都是旧家们精心培育之作 近赛之余 也选择在象山游客中心展出 让更多人了解盆栽艺术 一百零世界作品中包含 松 柏 龙 海梅 黄金 九成格 石破忍十多种 树种 充满文能雅式气息 与现代化建筑风格的象山游客中心 相互称多 更显大气 许多游客欣赏约台美景之余 也足足观赏盆栽 江南致值日起 到十月三号址 欢迎游客把握机会 前往赏赏 这一封说 这一封说 一封说 在这一封说 我们则发生了 aqui 这一封说 你们准备了 那些人 这一封说 我们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们不愿意 我说